Trumpman是越南知名的男演员。 去年年底,他和比达自己15岁的女富商Fluian在胡志明市低调举行婚礼。 虽然他们结婚的讯息,没有告诉很多人,但还是被网友们热议。 很多网友都认为Trump取达自己15岁的女富商,就是看中了对方的钱。 近日,Trump在网友的质疑声中释出了一条讯息,称妻子已经怀孕了,自己就快当父亲了。 此讯息一出也是吸引了越南网友的关注。 Trump接触释出道,他与妻子结婚,都是因为爱情。 不是外界所说的那样为了金钱,但有些网友对Trump的说法并不买账。 有网友认为,Trump自己和女富商结婚后,便对钱财不再发愁了。 他与妻子一起住进了豪宅,还到处游玩。 但根据Trump所释出的日常照片来看,他与妻子确实十分的恩爱。 他们总是和朋友或者单独外出游玩。 看起来其乐融融。 对于一些网友的质疑,也有网友提出了反驳。 认为Trump所做的事都是自己的选择。 他娶女富商也是双方自愿,存不到别人质疑。 人家既然过得幸福,大家就不用再操心了。 也有网友在看到Trump要当爸爸的讯息后发来祝福。 祝福他和家人能够幸福生活。 不要再以外面的流言蜚语。